越荣耀都歸你 世界之光 主啊 越荣耀都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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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光 耶稣 越荣耀都歸你 耶稣 你是世界的盼望 你是世界的中心 萬民都當來向你歸拜 萬民都當來認識你 耶稣 你就是這世界的光 我們相信 當光臨到的時候 黑暗就要退去 我們相信你的真理的靈照耀的時候 這地就要充滿著盼望 主啊 我們感謝你的恩典 主啊 讓我們在清晨 就能夠將我們最滿意的敬拜來擺上 將最好的丹丹歸給你 主啊 我們願意來到你的面前 主啊 獻上我們自己 主啊 求你來帶領我們 讓我們的一生能夠被你所使用 因為神啊 你將你那無窮無盡的福分 加添在我們的生命裡 主啊 你就是要為祝福的主 主 主 主從起初 天地命定的時候 你就已經要預備好了 要來大大的來祝福我們 我們感謝你 我們讚美你 在每次的敬拜當中 讓我們能夠更深更深進你的同在 因為有你的同在 就是最大的祝福 耶穌 我們感謝你 耶穌 我們讚美你 願一切榮耀都歸給你 將去禱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再次拍手將榮耀歸給神 好的 這樣 讓我們主教導王的主導王 一起來禱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Amen 弟兄姐妹請坐 把讀今的時間交給欣盈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 攻讀神的話語 第一處經文 記載在創世紀第一章 26至28節 大家請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深處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伺服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第二處經文 記載在創世紀12章1至9節 請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四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 我必四福於他 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羅德也和他同去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 亞伯蘭將他妻子 沙蘭和職兒羅德 連他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帶往迦南地去 他們就到了迦南地 亞伯蘭經過那地 到了世間地方 摩利橡樹那裡 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亞伯蘭就在那裡 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 竹了一座壇 從那裡他又遷到 伯特利東邊的山 支搭帳篷 西邊是伯特利 東邊是愛 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 竹了一座壇 求告耶和華的名 後來亞伯蘭又漸漸 前往南地去 以上 願神的話語祝福大家 接下來是本週消息 圓週五會墓祷告會已經一致於馬可樓舉行 馬可樓在林申路一段149號21樓之8 是在人際關係當中怎樣傳出來的 對不對 像我做一個牧師 我只會在講台上講到 我如果自己不會傳 自己不會養 誰會當我手頂的孩子 沒有辦法 同樣一個道理 對不對 你如果是一個貿易 你只做在辦公室 你有生意可以做嗎 你必然關門 這很簡單的道理 第三樣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使命到底是什麼 今天其實同一個問題點就是 他沒享受神的存在 他沒享受神的敬拜 你知道嗎 每次敬拜的時候 都感受到 喔 見到神裡面 何人的榮美 你知道嗎 但是 問題點的 我們就忘記了那個 mission 有兩個時段 晚上10點到11點半 第二個時段是11點半到1點 如果弟兄姊妹時間允許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1月份 臨修書集 豐盛人生與活潑生命 已經來到教會 請有訂購的弟兄姊妹 要到行政辦公室來領取 紅橋傳道會 寒假作文班開課囉 為培養孩子的想像 觀察 思考 及文字表達的能力 紅橋傳道會 特別在寒假期間 招收4到6年級學生 以及國中生各一班的作文班 報名代收交財費300元 以及保證金500元 全勤可退保證金喔 上課時間 自1月21號到2月13號 每週二到週四的上午10點到12點 報名詳情請洽王玉珍幹事 電話是0988272266 再來這是雙年木区的消息 雙年木区在家外切齊 這個拜祭會保兩點半 未調整個月的火至輕生火 請雙年木区的兄姊姊妹 毅毅出席參加 哇 好漂亮喔 也是很漂亮 那這一把是學生跟家長一起共同創作的 剛剛那一把是學生自己創作的 都有不同的一個特色這樣子 這一把琴是誰的 這把琴是誰的 來來來小朋友來 那這是妳畫的嗎 我媽媽幫我彩繪的 妳媽媽幫妳彩繪的喔 那妳怎麼會想到要彩繪烏克莉莉 因為我看到四年級姊姊的烏克莉莉 也有彩繪所以我就想要彩繪 喔真的喔 四年級的姊姊也有彩繪烏克莉莉喔 那什麼是妳畫的 我用力克白點起來 妳用力克白點起來 然後還有幫她裝飾 那其他是媽媽幫妳畫的是不是 哇所以妳很喜歡烏克莉莉囉 好謝謝妳 謝謝妳珍惜這樣子的東西 謝謝妳珍惜烏克莉莉 那另外一把琴 那個黃色的琴是誰 這一把 這一把是哪位小朋友 沒有 妳一下嗎 妳為什麼會想要彩繪烏克莉莉 沒有嗎 因為我想要幫她裝飾 喔妳想要幫她裝飾喔 那什麼是妳畫的 全部都是妳自己畫的喔 那所以妳很愛這把烏克莉莉囉 是不是 哇我覺得妳好棒喔 謝謝妳 哈囉雅美老師 哈囉 謝謝妳們來描述 對 要不要跟我們鏡頭前的觀眾 說哈囉嗎 對 是 謝謝妳們的贊助 真的小朋友很受用 而且他們很喜歡 雅美老師聽說妳好像也有一起在學烏克莉莉 有 對 因為我本身也滿喜歡烏克 就是想學烏克莉莉 跟吉他 嗯 然後剛好有這個音樂就是 就是叫回來幫妳贊助我們 然後就繼續 是 是 那 聽說老師下課都會帶著小朋友一起練習 校長有建議我們要成立一個Rock樂團 然後我們就是成立我們班的Rock樂團 然後禮拜三固定團練這樣 喔 那老師要不要現在就幫我們彈奏一曲 讓我們可以入鏡也讓我們的觀眾可以看一下 好好好 對 對 對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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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林宪萍牧师 听众准备大家平安 请向隔壁来请安一下 再演出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又是2014 很快的进到这个年头 我还在2006年的好像是第一个礼拜 神一直感动我跟弟兄姊妹说了一个预言 那个时候就是感动 在神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从2006到2013这七年当中 是一个丰收的年 走过了七个年头 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真的被神所祝福 那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神国地里面不断在成长 那到2014我就开始又祷告神 有一种感动 非常的感动 就是我们必须要向前走 而且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跟恩高 跟丰富 神一定会加倍 在很夸张的就是2006到2013 我们所得到的丰富 在2014跟2015年 神就这样的同样的用两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赚到七年的丰盛 也就是说在2014到2015 神要把更大的丰盛就浇灌在我们的家中 我确信神是个祝福的神 神从创世以来就是很喜欢祝福人 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爱人以外 祂就是在祝福每一个人 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生了小孩 他们会拥抱小孩 然后他们都会祝福自己的小孩 我相信神也是这样 祂创造了我们 祂爱我们 祂把地上所有一切看得到的 都让我们享受也让我们管理 成为神的儿女真的是非常好 我期待着各位能够走在神的这条道路的上面 我也一直在想 人的一生不是我们在走 你会感受到 你 你不是台南人的请你举手我看看 你不是台南的人像你与手 像我就不是台南人 你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请你举手我看看 你看你们都很幸运 像我们这种不是台南人 我们都流浪天埃 然后到最后住在台南 像我们就出生在一个很偏乡的地方 叫做斗六 然后流浪到北港 然后又回到斗六 然后又去台北读书 又来台南读书 然后派到澎湖 你知道吗 然后又回到台南 你看一路走来 好像是还没有稳定下来 那我也看到我来台南之后 已经搬了七八次的家 真的很恐怖 但是我知道人生是一个神在带领的里程 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我们要住哪里 其实你如果想一想的时候 你是没有那种决定权的 好像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神的带领 都有神的祝福 每一次你安静在想的时候 其实你的人生无论多苦 都充满了神的恩典 与你同在 Amen 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 其实教会一直在向前走 我们从西门教会 然后搬到这块土地 当我们搬到这块土地的时候 四周是没有房子的 完全没有 前面是个沙漠 真的是一片的旷野 那么有一个女先知呢 就来到我们教会来祷告 她很爱我们的教会 她就来祷告 来祷告的那一天 刚刚好 风很大 我们的教会在盖房子 这是一个仓库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钱 是盖一个很简单的仓库 就是能够敬拜就好了 所以这边都没有房子 所以然后在风很大 从北边吹下来 然后呢 就是风仓长老坐的这个柱子 就倒下来 你知道吗 所以她坐的地方都会倒 因为风很大 因为风很大 她是一只空梯 一只用钢子 听不着 就是很奇妙的那个 风很大 所以钢子 听不着这个柱子 这只钢子 就倒下来了 那个女仙师来了就开始哭泣 她一走进这个教会就开始哭泣 就说 谁要你们来这边敬拜神 这个地方 方山野外 谁会来这里敬拜 你知道一个先知 他讲话是有权柄的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同工 都开始跟他一起哭泣 觉得好像在这边 建造一个教会是错的 他走了之后呢 我发现到 跟他哭泣的人也跟他走了 也就是说 他跟那些心灵相合的人就说 这个地方不是敬拜的地方 要跟他走 要当他的蛮徒 那时候我学了很多招 你知道吗 我发现这样也是可以 把教会的人带走 最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还是稳定的 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 这是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必须要走到这个旷野 我相信这是一个旷野 有一天我们要走到迦南地 我一直跟神说 神在25年后 那个时候我就讲25年后 我一定要搬家 但是那个时候呢 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骂我是笑 你知道吗 但是我相信25年后 这个地方可能会拆掉 25年后 这个地方可能会搬家 没有想到2008 经济最不好的那一年 你有沒有想到 经济垮了 我们去买了一块土地 我们教会的弟兄 很关心我的弟兄 都跟我说 牧师你怎么站得住 教会的奉献有没有减少 我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神一定会做大事 有一个弟兄 非常的关心 他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打电话给我 我说 牧师这个礼拜奉献多少 我说 他也关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土地的保证人 是他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紧张 他怕我们缴不起这个贷款 所以就会 他就会跑路这样 我跟他讲说 神要做的工作 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 2008 我们走过了 在那个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 走过了 在2008 我们土地买完了之后 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 这个电话是让我感觉到 非常的欣慰 我们土地一瓶是买六万三千块 我还记得是买六万三 差不多买了三四个月之后 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然后忽然之间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 林牧师 你们那块土地要不要卖 哇 这句话真的是震撼了我的心 你知道吗 我说 土地有人要买 我就说 你可以买多少 他说 你如果要卖的话 你开个价 我就跟他讲说 十一万 他说 你几个月前在卖六万多 现在经济这么好 你要卖十一万 我就是这个感动要卖十一万 他说 你当时有没有买族 要跟你说话 我说买啦 算了 买主要跟我说话 就是他有意思怎样 要买多个土地 我就觉得很欣慰 隔了不久他又打电话来说 你真的要卖吗 有人要买你怎么不卖呢 经济这么不好 而且 现在不是适合盖教会的时候 你应该把它怎样 把它卖 但是我还是怎样 还是不敢卖 因为这是神赏识给我们的土地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女儿恰恰 你知道吗 她从来没有看过异象 中灵的太太 她从来没有看过异象 她还告诉我说 她有一个晚上去祷告的时候 看到天使站在四个角落 我吓了一跳 我都不敢 我真的不敢动她 轻描去祷告的时候 她马上脱下她的鞋子 神跟她讲说 这块地是圣地 是属于神的圣地 工业区是神的圣地 我都被这些人说话之后 我就发现到 即使神所赏识给我们的 我们觉得不能动她 我真的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跟一孩 不晓得他要不要来敬拜一下 刘龙文弟兄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我感谢他说 他一生当中做的基督徒 然后呢 映着他的缘故 我们买了这块土地 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 我还记得 龙文要来敬拜的时候 他在外面绕了很久 因为这里面很多人 他在外面买那个 找那个卖票的 你会知道吗 买票的 说买票是要离拜 这样 到最后他问人家 进来要不要票 人家跟他讲说 这不你买票 你走是买就好 他才走进来 走进来那一天 我发现到 神通过他 也一直祝福这个教会 兄姊妹 一路走来 我发现到 神都带领我们 向前走 一路走来 神的恩典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发现到 这个教会 是一个恩典的教会 也是个祝福的教会 我看到这个教会的兄姊妹 好像是来到这个教会的 他们顺服神的话 活在神话的里面的人 他们都充满了喜乐与平安 我相信 我们在2014 要做一样很大的工作 就是我们开始要 建造一个文创中心 我们只能够用文创中心 来盖我们未来的教会 神很奇妙的就是 一直不要我们盖一个圣殿 有一天 我也问神说 是不是我罪太神 像大卫一样 但是呢 其实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向外传福音 神的心意 从文化中心 到天国文创中心 到天国门徒信念中心 好像神一步一步的让我知道 祂要做什么工作 神要做的工作 是将来在那个地方 要训练更多的门徒来传福音 训练更多的门徒走进职场 来影响这个社会 训练更多的门徒在家庭的里面 建造一个属天的家 让每个家都充满了荣耀与恩典 所以我就看到神要做的工作 一定是最好的 而且他要我们把最好的摆在他面前 来震探这个世人 前几天我们跟建筑师有一个讨论 这个讨论完了之后 我一直跟他讲说 把它缩小不要盖太大 把它缩小不要盖太大 可是呢 建筑师两个礼拜之前 他画了一个图给我们 他有弄了一个400平的 一个会堂 就是音乐厅 用音乐厅的规格去盖 可以容纳1000人 那另外一个小会堂呢 是180平 180平 然后呢 也是用音乐厅的规格去盖 那总共盖起来呢 地平是800平 然后 800平 那主会堂呢 盖了三层半 然后另外呢 是盖了五层楼这样 我就笑笑问他说 请问一下建筑师 这种音乐厅 一平盖起来多少钱 他跟我说 李牧师你不用怕 我跟你说 最少的 我说多少你跟他说 我现在不怕 你跟他说三十万 然后我就笑我怕 我说 那个小小的这个会堂要多少钱 他说 这个比较小 二十五万 你知道吗 哇 听完了以后 我就问他说 总共盖起来多少钱 你不要因此 听到这个数字就 下个礼拜不敢来敬拜 他跟我说 大概两亿无其跳 你知道吗 两亿无千万其跳 过去的日子 我曾经在外面 站在 还有停车场的时候 我曾经站在外面 然后来数一下 所有进来的车子 哇 我数了一下 大概有几 里面大概有上百辆 然后我把它平进之后 一辆 三十万好了 才能够卖多少钱 三千万 哦 两亿无 要把所有的车子 卖了好几次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一直在祷告 祷告神说 神啊 让有人来认养 那个大会堂 一亿两千万 不用准备 你有这个信心吗 看着我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信心 任养哪一个 大概一百八十瓶 大概一瓶 大概要二十五万 大概要四千万到五千万 你有信心吗 好像 我们信心好像小一点 因为好像离 离我们想的数字太远了 你如果说两万 大家马上就会棄手 可是一亿两千万 还有一个多少 四五千万 总共两亿五千万 哇这个数字实在是很大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鼓励我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知道吗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 凡是这样安慰我的人 都是穷人 我一到教会有钱的人 跟他想说 要两亿五千万 他们就会 嗯 牧师你要多祷告 我们那个建筑师也是很好玩 他的那个 在性格上 他有很多的坚持 但是呢 我们教会的那个 建筑委员的主任 童哥跟他磨 磨到最后呢 他画了一张图 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发现到那一张图的时候 看到那个童哥 他很喜欢 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欢那段图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稍微定下来 希望将来 各位能够看到那个模型 但是我想跟各位说 你不要怕 2014年 是一个很挑战的一年 2014年 真的是我们很被祝福的一年 在历代以来 我们都称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他改成亚伯拉罕之后 亚伯拉罕之后 他被称为多国之父 他从亚伯拉罕信心之父 变成多国之父 他一生都是神在带领 你读今天早上的圣经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亡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再来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于给你 叫你的名字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到这里就好了 你看一个地图 你就知道这个地图有多元 这张地图呢 我让各位看一下 你看 你可以把灯关掉一下好不好 来 你看一下 这个地图有多元 你看 来 这个叫波斯湾 你还知道波斯湾战争吗 还记得 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 在下面有一个吴俄 你看到没有 加勒底的吴俄 那么巴比伦在上面 巴比伦现在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伊拉克 OK 他从吴俄开始走 走到哪里 一直走 向北走 走到哈兰 有没有 他们就停在哈兰 那么停到哈兰之后呢 神呢 从吴俄把他们带到哈兰 然后要带到哪里 来 下来 往南走 来到世建 波特利 这个加南地 有没有 你知道这样的几千公里吗 有没有一个姚美的路程 如果现在开车 可能还要开一个礼拜 对不对 他们是用走的 不晓得走的多少年 我们不知道 这个整个的航程 多长 我们不知道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的 凭着信心向前走 那么在哈兰的时候呢 神开始告诉亚伯拉罕 说你要怎样 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然后呢 往哪里去 你看看圣经来 往我首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有没有告诉那个地方 叫做迦南地 没有 神没有给他明确的地点 他只是告诉他说 你必须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首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离开本地的意思 就是离开那个土地的意识形态 离开那个土地的宗教 离开那个土地的咒诅 这是第一点 离开富家 离开 离开本族 就是本族人的一个宗教的观念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看到常常有一个人信耶稣 本族的人都会怎样 攻击他 有没有 就像在澎湖 有一个弟兄叫李奇 来信耶稣 所有马公座的人 就把他赶走 赶到墓地去住 你知道吗 你看到03号 你们知道03号吗 那个板子 03号 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他们不能够喝他们那个地方的水 那个地方的井不能喝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必须搬到嘉义 你看看 在整个很多人 神在呼召他们的时候 都希望他们离开本地 然后本族 父家 父亲的家 就是离开了父亲的意识形态 离开了这些意识形态 我再说一次 其实他有一个离开本族 本地 父家 其实要他离开了宗教 离开了当地的作主 离开了当地的文化 离开当地的意识形态 神要把他们带出来向前走 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要领受神的祝福 其实你的心灵也是一样的 必须向前走 有没有 你必须要离开过去你所有的信仰 你必须离开过去的你的很多的意识形态 离开了很多过去你的做主跟捆绑 而且你必须向前走 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被祝福的一点 可是我们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并常常没有把它清理掉 我们常常会认罪以后 就以为我们清理了 其实不是的 你会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还被过去的整个的意识形态 然后被过去的整个作主 被过去的整个宗教观念 保密捆绑 来 我给个例子 很多人都跟我说 牧师 我们今天先带你给他一个名字 我说 我一直不知道牧师也要做这个工作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 我都会笑一个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名字 他说 我们过去都叫伯母 都叫伯母的 现在让你给他 我就问伯母的多少 伯母的有1千 有3千 有5千 我就跟丁组姊很喜欢开玩笑 我说 如果我给多少 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很聪明 他已经要脱离过去的宗教 然后民间的俗情的时候 他进到神的里面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是 我为孩子命名要不要钱 当然是不要钱 怎么可以拿钱 对不对 能够为孩子命名是我的荣耀 对不对 所以你们如果生下孩子以后 那我要请谁来命名呢 你也想再拿好 拜拜 再说伯母这个名字好吗 我发现有点多点就是拿去算了 以后才拿来让我看一下 要牧师这个名字好吗 你知道吗 你必须要脱离这个意识形态 你知道吗 你看看 你再想一想 你今天要动工的时候 对不对 要动土的时候 要不要看一下皇帝 要不要 要不要 我出品去拼 要不要看一下皇帝 要 你有没有 你有脱离了没有 你还没有脱离 你有没有感受到 即使神所自武的日子 分辟为生的日子就是圣日就是礼拜天 你看看 观念是不一样的 神一直要你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 就是要你离开了当地的宗教的观念 民间的生活形态 离开了当地的咒诅 离开了当地的意识形态 让我们完全走出来 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因为你向前走的时候 神就是通过你向前走一直依靠祂 依靠祂 依靠神 弟兄姊妹跟我说一次依靠神 其实依靠神是一种顺服 是一种顺服 顺服是很难的 只有你顺服的时候 你才能够被神所祝福 所以你看一下第12节 你看第12章第1节 你看再读一次来 耶和华对亚伯来说 你要离开哪里 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有没有告诉你说往哪里去 没有 但是指示说要我 要我怎样 要我往你指示的地方去 往我手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就说我带你到哪里 你就怎样 到哪里 人生的日子总是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只能够说神来带领我 我早上我见到一个 一个line 那个line 蛮怪的 他说一个牧师的孩子自杀 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 我就看看一个牧师小孩 还好我的小孩在那边弹琴 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 有人问他到底是谁 为了保密所以不公布那个名字 这样 那个牧师有想到说他的孩子今天会自杀吗 不会 我看到在马鞍山 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马鞍山的那个教会的牧师 他的孩子在去年五六月的时候拿枪 几枪在家里 怎样 自杀 哇 我们听了以后都很震撼 我真的不知道明天要怎样 但是你知道有一点知道的就是 你必须要顺服下来 你必须要有信心依靠神 我特别提醒这些穷人们 你们必须要顺服 你便必须要有信心完全依靠神 而且离开你过去的想法 把消极的想法都拿走 建造一个积极的信念在你的心中 你跟神说神 我就是跟你走 你带我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我就是要把 顺服跟信心这样的活出来 你看一看 看第二节 你看看 有几个祝福 你看 我必叫你怎样 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怎样 得福 当你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是什么 叫你成为大国 你看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孩子 没有 他没有孩子 神要叫他成为大国 一个老人 七十八岁 神要叫他成为大国 他没有孩子 有没有可怕 很可怕的 看起来是绝望的 你知道吗 很绝望的 真的很绝望 还有我必赐福给你 那个赐福有没有给内容 没有很清楚的内容 但是我只是知道 这个赐福给你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属灵的内容 一个是属世的内容 所以叫他属灵的生命很丰盛 然后在属世呢 很丰盛 你看看他 他并没有给他内容 还要叫他怎样 应得他们的名为大 叫他们的名为大 那么 你也要叫别人怎样 得福 跟我读 这句话很重要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亚伯拉罕也要让别人得到祝福 那么亚伯拉罕叫别人得到祝福的 最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如此被祝福的整个模式 也要成为世人被祝福的模式 我再说一次 亚伯拉罕这样的顺服 有信心跟随神 所以他这样的被祝福 这一种模式 也成为所有人被祝福的模式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 你就被祝福 坐在这里等着耶稣祝福你 你也要求 对不对 你看到上个礼拜 我们一起去 那个 我们那个小咖啡店 来到教会的时候 其实是很惨的 惨到一种地步 就是他跟我说 牧师我们房贷交不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薪水花不出来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房贷是一千多万 他买了一个房子 一千多万 我牧师听了以后我要怎样 我心中真的是为他们难过 那一天呢 我就跟他 我就看他店里看了一下 我发现到什么都没有装潢 我就自己拿着收音机 很贵的收音机 Telephone 那一台很多钱的收音机 就摆在他的家里面 我就祝福说通过 通过我的信心 你知道吗 这个信心要通过 这个Telephone 要留在他的家 我就在那边为着那个 为着那个收音机祷告 那很古董的收音机 我就放在他家中 你知道吗 我就祝福他 然后呢 我就在现场拿着两个遮阳的 把它放在对面那个 刚刚好运河的那一边 希望有人在那边喝咖啡 就像法国一样 走岸咖啡 我开始为他们祷告 可是这些夫妇呢 真的非常的顺服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为我们爱他 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神不会祝福他 你看看喔 他就 人家跟他说什么 他就怎样 就做什么 而且他把应该改的都怎样 都改了 都改了 他应该摆上的都摆上了 然后呢 每天都行求神 结果神想祝福他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亚伯瀚被祝福 是因为他的顺服 然后他对神依靠的心 我鼓励各位 你不要放弃自己 你不要一直想 坐着想被祝福 你也不要想说 我被祝福就是这么简单 在简单的背后 你必须要相信神的话 在简单的背后 你必须要 圣服神对你的带领 你不要怕 向前走 也不然在向前走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很困难的 你再看过来 再看过来 第三节 第三节 你看一下好来 为你祝福的 为你祝福的 那么为你祝福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认同你的信仰 以支持你的 希望你把它写下 认同你的信仰 而且支持你的 我必赐福于他 也就是祝福你的 我必祝福他的背后 他的圆文的意思说 认同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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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你的信仰 而且支持你的 我必怎样 我必祝福他 我必支持他 我必认同他 神就是这样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你读看看 我读一次给你听 认同你的 还有支持你的 我必怎样 赐福于他 我支持给你到的问题 那再来 那咒诅你的 那咒诅你的 那请你把它写一下 那个咒诅的本事是 轻视怠慢你的 我必轻视怠慢他 那轻视你的 然后呢 再来怠慢你的 我必轻视怠慢他 神就是这样 你如果能够 你如果能够认同 能够接受 支持亚伯罕的信仰的人 你就同样的被祝福 所以下面怎么说呢 地上的万主都要怎样 因你得福 当然我也相信 因着他的后代 耶稣基督 有没有被蒙福 你看看喔 今天优太人 我最近接到一个mail 我真的很想说 弟兄姊妹会把一些知识送给我 他说 犹太人的心灵 是不放烟火的 他们在做什么 做反省 你知道吗 到底去年我哪里是不对的 我怎么样继续走前面的道路 这是犹太人 真的 你如果看到美国的很多的 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 音乐家 都是犹太人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在看的那个 你没知道吗 佐伯林 那个是 那个是犹太人 你看伊丽莎 莎白太人是什么 犹太人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很多 犹太人在世界上 是执妞二的 你可以看 Ruby Stein 钢琴家 他是犹太人 但彼此都怎样 特别的大 有没有 他的银子 我们这都没有银子 银子很大 银子有 Ruby有点像 Ruby Ruby的鼻子很大 Ruby的鼻子很大 Ruby Stein 他这个也一色连在 你可以看到 我相信 通过神对犹太人本身的祝福 很多人得到祝福 神也通过他的后裔 耶稣基督 很多人得到什么 得到祝福 但是更要紧的是 我们所谓得到地上万主 得到祝福是 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仰模式 而得到什么 得到祝福 我再说一次 这个信仰模式是什么 就是 顺服 信心 向前走 顺服神的话 用信心去把神的话活出来 然后呢 真的把神的话活在人间做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会看到神一定很多很多的恩典在你身上 所以你再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第四节到第九节 是个很大的很要紧的关键 来你看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怎样 去了 罗德也怎样 跟他去了 来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怎样 去了 然后罗德也和他怎样 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几岁了 75岁了 所以神的呼召 祝福不占你年纪多少 是在乎你愿意被他呼召 愿意 你愿意真的被他所信服 他已经75岁了 他已经是很年迈了 可是他还是怎样 要向前走 他还是要向前走 OK 再来 你看 亚伯兰将他的妻子萨莱 和什么 侄子罗德 连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务 守得的人口 带往迦南地去了 他们就到哪里 那么呢 在这个地方 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务 和守得的人口 这个守得的人口 我希望你把它画一个眼圈 这守得的人口 到底是什么 不是他的奴隶而已 是 他的 跟他一起的有志之士 你们看我一下 早期的台湾很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想移民到哪里 阿根廷 有没有 移民到巴西 移民到美国 有没有 那么一个想移民到巴西的人 他就会 比如说我想移民到巴西 我就会常常跟建制说建制 你知道巴西是我们未来的天堂 对不对 巴西有牛 可以种香菇 有没有 巴西的生活很简单 对不对 巴西人都睡到中午12点 我就会跟他讲这件事 然后呢 建制会不会幸福我 有一天呢 我们两个人就坐船 然后呢 从基隆港出发 有没有 到了日本 到了纽约 然后到哪里 到了南美洲的巴西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当亚伯兰在哈兰的时候 常常把神的祝福 就分享给有志之士 这些有志之士呢 就是他所得的人口 就是他所得的人口 就跟着他一起移民到哪里 到 迦南地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所以他所带的人口 所得的人口 就是他的影响力 他到底能够影响多少人 他就能够带多少人 今天呢 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觉得我们是否能够跟世人述说 神对我的祝福 神对我的医治 神对我的看见 带领 你能够述说 这些恩典给世上的人吗 你到底得到多少人口 还是你只有得到财物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很吓得一跳 我做一个传道的人 我是不是应该要跟很多人来述说 神怎么带领我 请你们跟我同样走同样一条路 你看看你们坐在这里 就是我所得的人口 你们是跟我走在同一条道路的人 对不对 我觉得亚伯拉罕要向前走的时候 他不只是带着他的亲人 带着他的奴隶 也带着他应该所得的人口 这些有志之士跟着他向前走 我还记得 在1904年 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迁移 就是很多教会的地方百姓 从台南搬到贝里斯 他不是去了一个 是去了差不多有一二十个 我们那个时候教会 去了一二十个都迁到哪里 贝里斯 我就发现他们怎么有这么能耐 他们的说法是中共要打台湾 要毁灭台湾 所以有两个地方可以记住 一个是贝里斯 一个是新竹的尖石乡 你知道吗 在那个地方呢 是大炮不能进去的 因为还经过什么地方 经过什么地方 所以有两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尖石乡 你知道吗 开着车 买了很多食物跑到尖石乡 然后呢 还有人移民到哪里 叫贝里斯 同样有一样 有一些人呢 是有志之士 我上个礼拜听到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我满心的安慰 也满心的祝福 我对这个事情不能批判 在马可德罗下有个台湾国 台湾国 台湾国呢 百姓都很热心 上个礼拜 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 林牧师 今年七月马英九就要下台 我听到马英九下台 我说哈利路亚 他又要告诉我说 我们台湾国要执政了 这一点我就有一点保留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他在说的时候有人信吗 有 很多牧师都在那边传讲 台湾国要成立 我的好朋友都在楼下 在讲台湾国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牧师 我就跟他讲 你有 那个牧师遇到我说 你有拿台湾国的身份证吗 我说我还没有拿 我天国已经拿了 你知道 他说你怎么还没拿 赶快拿 我们要执政了 你如果赶快报到的话 你将来可以当县长 我说我做管长要做什么 不然你公公 做总统做什么长得最笨的人 我在想说 原来他们还是有什么 有志知识 但是问题的中心点是基督徒 你曾经把神的祝福 神的引导 神的看顾 把它收给有志知识听吗 让他跟着你 这就有一个门徒的概念 你如果是神的门徒 你是否应该在这个世代 把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收给世上的人听 让有一些人能够跟你 然后跟到哪里 迦南地 你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来 看 我们来一次读 亚伯兰经过那个地方 到了哪里 事件的地方 还有事件的地方 魔力像素那里 那是迦南人处在那里 你看到 圣经写得非常非常的淡 我问各位一下 你如果到日本去旅行 出品这些大的是什么 日本人 你如果不懂日语 你能够跟他沟通吗 你生活会不会紧张 会紧张 OK 我到了香港 然后香港的时候 跟我们一样吗 不太一样 真的不太一样 那你有时候很多香港朋友 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清楚 他在讲什么 我的女婿是香港人 每次他叫 一句话我听得懂 爹地 我听懂 然后下来有时候他讲什么 我都很认真听 每次我在跟他讲电话的时候 还要翻译一下 你知道吗 因为我怕听错 为什么 你看看 语言上有没有紧张 很紧张的 当他们到 迦南地的时候 其实 我相信 亚伯兰带着他的 这些有志之士 是非常的怎样 紧张 所以你看看 圣经 我的解释 跟传统的解释不太一样 到了事件那个地方 事件代表能力 魔力 魔力代表 老师的教诲 也就是代表知识 他到了一个地方 有能力有知识的地方那里 其实这个有能力有知识是 迦南人的能力跟知识 所以 他在那边有没有很大的冲突 一定是很大的冲突 所以你看看 第七节 你看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 试给你 当他在冲突 他有很多的情节的时候 他有很多危机的时候 神不只向他说话 神向他显现 我的兄姊妹 你如果相信神 你圣服神 你有信心让他带领你 你不只相信他向你的启示 你要相信 当你在危机有冲突的时候 他必然用神机向你显现 Amen Amen 那么你看看 神有没有向他显现 神向他显现了 所以他就在 向他显现了耶和华 足了一座坛敬拜他 敬拜神 他敬拜神 他要胜过当地的宗教文明 胜过当地的风俗习惯 他用敬拜来回应神 回应神 而且希望神介入在他生活的里面 他敬拜神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第八节 看一下第八节 他们又 我们一起读来 从那里 他又迁到那里 伯特利 东边的山 苏大帐篷 西边是什么 伯特利 东边是什么 是埃 在那里 又为耶和华 足了一座坛 求告什么 耶和华的名 他们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 伯特利叫做神的殿 那么这个殿 那个 亚伯兰还没到的时候 这个殿是谁的殿 是当地神明的殿 是当地神明的殿 我相信这个殿一定是很大 然后呢 他迁到伯特利 东边的山 在那里怎样 苏大帐篷 他在那里 基住 然后呢 又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什么 是埃 他没有进到伯特利 他也没有进到埃 你知道吗 埃是什么 就是慌乱 他在这两个的当中 建造一个帐篷 建造一个帐篷 基住在他们的中间 因为他怕进到伯特利 怕进到慌乱的地方 怕进到一般的宗教的里面 他也怕进到慌乱的里面 所以他中间 知道他什么 知道一个帐篷 大声读一下来 再踏在那里 又为耶和华 他竟然大大的被祝福 兄姐妹 我真的喜欢 讲一个见证 我希望各位 一定要知道神是祝福我们的 跟我说一次 神是祝福我们的 你相信神的祝福 一定不会离开你 你要相信只要你顺服 你有信心 跟着神走 相信祂对你说话 相信对你的启示 你会确信 神的恩典跟祝福 一定会满满在你们的当中 那你会发现到 亚伯拉罕向前走 这种向前走呢 其实是一个破碎的过程 他要离开本地 本族 本家 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把它破碎掉 一定要经过很多的困境 他一定要通过很多的敬拜 不断地宣告神跟他同在 不然的话 他真的没有办法得到祝福 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会被祝福这两个字 因着这两个字得到喜乐 也得到捆绑 也得到捆绑 我们一直常常想说 神应该祝福我 我没有钱的时候应该给我 对不对 我相信神会给你 但是你会被这种祝福捆绑 其实最大的祝福是一个灵命的成长 我发现到 亚伯拉罕开始向前走的时候 向他向南走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祝福的开始 他的生命开始成长 他开始敬拜 他开始呼求 他遇到任何的困难 他遇到任何的困难 进到任何的冲突 他开始竹坛 开始敬拜 然后开始呼求神 神的恩典就这样的 在他身上不断的被发现 我 我也发现到 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在向前走 你看我们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北方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向南地走 有没有 向南边工业区走 有没有 这条路好像是很短的路 可是是一条遥远的信心之路 但是我知道这个信心之路 是一个祝福的道路 弟兄姊妹 我希望各位能够因着教会 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 但是我也希望你在经济上 今年你要相信东西 你祝福我 让我有更多的金钱 可以摆在神的面前 有没有 我讲了一个见证 真的我感谢到神 我非常感谢神 神真的在年初的时候 就让我看到他极大的恩典 在人的当中 我就跟神说 神今天我要奉献多少钱 我就跟神说 神我今天要奉献多少钱 可是呢 那个钱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感动 就在我的里面说 等候 等候神 神一定会带领你 让你有得到这个祝福 让你得到这个祝福 OK 我上个礼拜有讲到 有一个人跟我买了一个畅盘 他买了之后呢 第三天就用 开了一辆车子来把他载走了 我就问他说 怎么这么急呢 他怕我后悔 你知道吗 所以他马上就来把他载走 他高兴我会怎样 我很高兴 因为我手持的成本这很低的 因为很早买 现在买不到 喜欢的人就 再贵他都会买 而且他跟我说 那天他跟我说 林牧师跟你在一起真好 我能够买到全市场最便宜的东西 我心情很壞 你知道吗 他很好 我怎样 我也不好 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才发现到 他是世界上的玩具的大供应商 他在欧洲他的公司在世界上各地都有 鸿海告过他 要被鸿海告的人一定要有钱嘛 鸿海怎么不会告我 那他也要告一个 他的那个 一个职员在欧洲 跟他歪了8万欧元 他要请他走他不走 他花了45万的欧元 请一个律师告他 然后把他打败 请他离开 我说你就把45万欧元给他就好 我请他离开 他说不对 应该要打赢官司叫他离开 再发多钱我都要打赢 我天哪 45万欧元 你知道台币多少吗 大概1400万 打一个 打一个8万欧元的帐 你知道吗 结果他打赢他很高兴 他那天看我的时候 开了一辆车 叫做 他知道我不知道 看他保持起 我就说这个车子是你的 这是我太太的小子 小车 小车 我听得用 六百万箱小车 这样 我才跟神说 神啊不对啊 我卖这样太便宜了 我那个心中才是 抓狂你知道吗 他不开车下来 我还不会抓狂 他下来的时候还抓狂 那我就发现到 这个人 也很好 把他每次来都带着小点心给我 但是祝福在后面 弟兄姊妹 是这样 我们相信 每一次的 祝福的背后 有一个更大的祝福 有什么 跟我说一次 每一次的祝福 的背后有一个什么 更大的祝福 OK 我就问他说 你买这么多东西 买这么贵的东西 有唱片吗 他说他还没开始买 我说 我在里面有四千张 我都排好了 从A到Z 每个做取消我都有 他跟他说 不是我没有时间 我马上赶回机 坐飞机回到LA 他说只有几个小时 他开车来载那一台回去 马上要坐飞机 回到LA 我说这些你要不要 你就给我包起来 钱 你说就好了 你就把我再上来 你说多少就怎样 就多少 我听了以后 我说我心中有没有很快乐 很快乐 你知道吗 真的非常快乐 我就跟他讲说 我在一笔钱进来的时候 就直接飞到教会 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神的 那成本是零 你有没有 我们就是不敢相信 在恩典的背后 有更大的恩典 所以提醒各位 其实这是很多末书 讲的 诚诚的 诚诚的 诚诚就是这样 你如果穷人 你就把钱丢在神的里面 你就会被附有人 你就跟我相信 你如果想要新车 你就把旧车送给我 有一次 有个牧师跟我讲这个道理 我的气都气死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但是我真的 我把车子送给一个牧师 我等了15年之后 有一个人送我一辆弹子 我很少开 直到今天 我都藏着 这怎么 我们都不敢相信 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 顺服 信心 把这个抓住 把这个抓住 神会一定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求祢保守看顾我们 让我们的心都为我归给祢 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 是属乎祢的 我们对祢有信心 我们应该顺服祢的带领 让我们走出本族 本地富家 让我们被建造成一个新的人 有新的领受 新的看见 新的恩典跟新的祝福 神叫祂恩待我们 我们现在把金钱摆在祢的面前 求祢接纳我们的奉献 也祝福我们的奉献 也祝福拿奉献在人的手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用这个我们来奉献 用这个我们来奉献 我尋求你 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窒息在治上所里 我尋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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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被自己 屈膝在只剩座裡 我尋求你 我尋求你 從心深處呼喊 如果這位要 日夜不停尋求你 我尋求你 願你降臨 展現自己 開我眼睛 看見你無比 看見你無比 冰淚黑裡 願你降臨 大門的榮耀在這裡 尊求你 十多年 我看見你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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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你無比的美麗 願你降臨 大難地榮耀在這裡 與你相遇 進入那更深之地 與你相遇 進入那更深之地 與你相遇 與你相遇 進入那更深之地 現在是天父 我們知道你是祝福的神 你跟我們約定 我們信靠你 你祝福我們 你要我們信心有多大 所領受的祝福就有多大 我們求你 讓我們深刻地 來認識你 來明白這樣子的道理 主我們在你的面前奉獻我們的金錢 願你願納 做聖功的使用 這樣子的祷告 感謝 奉獻 都是奉主耶穌名祷告 阿妹 我們歡迎第一次到天橋教會 敬拜上帝的弟兄姊妹 第一次在我們中間 一起敬拜 可以請你站起來 好 那我們歡迎你嗎 歡迎你 來 請坐 我們等一下同工 招呼你們到新人招待區 我們把時間交給牧師 請各位站起來 我們來唱最後一首詩歌 歌 我我神 我每逢聚目觀看 你說所長 一切奇妙大動 看見心事 看見心事 又聽到隆隆淚聲 你的大能 免滿了衣袖中 我領歌唱 讚美救助我神 讚美救助我神 你真為大 何等為大 我領歌唱 讚美救助我神 你真為大 何等為大 何等為大 天父求你來祝福我們 讓我們佛在你的裡頭 讓我們勝福你 讓我們對你有信心 我相信你的祝福 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祝我們未來一個禮拜 身心靈都得到健全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美好 也願你的慈愛你的恩典 以聖靈的感動 常常與我們同在 從此此此刻至到永永遠遠 Amen 兄姊妹 請坐 我們第一堂敬拜就到這個時間 請向前走 我沒忘記喊氣聲 哈利路亞 下個禮拜喊十四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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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